时刻为大家播报工厂的一手信息 现在又马上要下线一台白色的全身顶的扇载卡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七个身顶的扇载卡了 可以看到这个是前面车友加了一个慢的前脸 还是比较的帅 防拱挪架还有上面的色灯全部都准备好 看一下这边是做了一个方窗方门 底下户位已经全部做好了 上面的话呢是支援棚 支援棚底下有两个这个灯 这个灯的话是一个户外的灯 再看一下后边 后边本来要放摩托车架的 但是他要去上牌 所以说等到上完牌之后才能放上去 再看一下 深井是我个人也是很多车友们比较喜欢的 等一会我们要进到车里面去看一下好吧 操门的话呢 现在我们整体的进行的一个改进 都是集成在一个地方 这里面水泵啊 电动踏步啊 阵营棚啊等等啊 好 我们进车里 车的话呢 现在依然采用的是这种羊木色的啊 羊木色这个颜色的话是比较耐看 然后呢跟这个软色的灯光打配啊 也是比较的协调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做完啊 先带大家先看一下 进门处呢 它设计的是一个鞋棍 这种鞋棍上面是一个抽屉 整个空间是比较的大 很空旷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是做了一个干丝分离的卫生间 侧人们是比较喜欢的啊 这边是U型卡座 一个典型的U型卡座 平时可以坐了六七个人 七八个人 然后呢可以拼床 上面当然也有一个床啊 有一个吊床 可以放下来 旁边那个电视 然后呢 蛮牙的音响 等一会我们上楼啊 这边做了一个赛特福德的 英德尔的一个冰箱啊 是两个 它这是落起来的啊 一个两个 落起来的这样子啊 上面是我们大型的空调 底下可以看到啊 电桃炉水槽 到时候我们会清洗的啊 现在因为还没有彻底的做完啊 包括这个床垫子啊 都还没有过来 呃 看卫生间 卫生间的话呢 左边这里呢是咱们的呃 淋浴间 看一下 淋浴间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电动粉碎式的马桶 然后烘干一体的洗衣机 上面带点亮的梳妆镜 还带有储物功能的啊 这次的话呢 车友们要加了一个新风 底下全部都是一个储物空间啊 这边是三合一蒸烤一体机 好 我们到车的上面去看一下 呃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现在我们做的这种方窗方门 方门就是看上去比较的结实啊 也很有肌肉感 呃 带有隐私 还带有防纹的一个功能 它这个同时 它还有很好的一个呃 就是说隔音的效果啊 行 到上面来看一下 上面依然是这种L型的这种卡座啊 卡座坐垫还没有过来 但是这边全部都坐了咱们这个的一个呃 呃护栏好这里呢是一个电磁炉 然后水槽还有一个隐藏式的一个大的电视机啊 前面这种咖啡色的呃这种地板是非常的漂亮 到时候可以搬椅子坐在更上面的哈 嗯 夏天啊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还是很好的 站在高处 看到底下 这种感觉真的是一种享受 看这边还有其他的车型啊 但是你现在就是比较高 感觉就是那么爽 还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到时候坐在这里 喝个茶聊聊天 看着对面看着底下的风景 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等这个车子彻底的做完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呃谢谢车友们的关注 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留言讨论思绪